有關陸續傳出武漢自由民眾 這個返台後續的事宜 我們要強調 那許多未經我們政府證實的訊息 都是單方面的訊息 同時也有的是未經 沿岸雙方商討以及協調 更無所謂2月5號即將運送 第二批民眾返台之事 由於2月3號第一批武漢返台247位旅客當中 已經有一個確診的病例 我們政府高度關切滯留當地國人的健康 希望對岸適當的配合檢疫工作 不要因為檢疫的不確實 而讓大機的民眾在機上 或是旅途中被感染 因此我政府積蓄的處理員的如下 第一有鑑於247位 來的旅客當中 已經有一名確診的病例 因此後續的工作推動 必須提升防疫工作的確實度 因此我方將以對岸協調如何強化防疫的作業的執行方式 第二是首批人員運送前 我方已預先告知對方 須以武漢暫時出胎者 有慢性病患者 有長期特殊用藥與密切醫療照顧需要者 或老人小孩等抵抗力較弱者為優先 也獲得對方同意 但查對旅客資料 上述人員多數未在其列 故接續執行的優先旅客名冊 我們希望對岸必須要與我方協商並達成一致 同時將優先旅客的名冊 也希望能夠在起航前一日交給我方 等到審查入境資格不誤後再與執行 第三點 有鑑於隔離收容場所的容量 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接回來的人必須要 而且接回來的人必須要隔離14天 在執行下次任務前 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 以確保訪台的人員都能夠得到妥適的照顧 這次包機訪台的後續工作 那麼也需要充分的協調與準備 那麼目前陸續還在溝通協商中 完成後再執行後續的作業 今明兩天不會再有加班機返台 我們要強調 政府關心自留武漢國人的安全與健康 也會在兼顧國內防疫以及國人權益 國內的執行能量的前提下 積極依上述 積極依上述原則 與對岸恰商協助 自留國人反台的事宜 那個徐先生 我想確認一下他有經過政府授權來發言這件事情嗎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會昨天清晨 昨天凌晨跟昨天傍晚都有兩次否認今天有包機 那他又一直說今天有包機 那因為他也不是政府授權 那這樣對防疫工作會造成危害嗎 這樣會有違反相關的法則嗎 謝謝 昨天之前所謂的2月5號這件事情 一開始我們都是看到媒體在報導 但實際上在溝通的實務上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確實是單向的訊息 如果有自留的人被誤導或是被引導 那我想這個都不是我們政府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不要有人在沒有和我方政府的聯繫與差證下 去刻意引導或誤導 讓大家失望 那至於您提到相關的行為 有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要由疫情指揮中心去做說明 謝謝 在這一次第一次的包機反台之前 我們陸委會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跟什麼樣的人溝通了哪些事 所以為什麼第一階段送回來的人 並不是我方希望的出差 或者是重病的這些主要目標呢 謝謝 我們是透過既有的溝通聯繫機制 是以這個連岸春節包機的模式在進行溝通 如您所說的接回第一批247人 是有賴雙方的合作跟各界的協助 我們都很感謝 但是有很多短期的急迫性的弱勢的並沒有優先回來 所以我想這一點在後續應該要有所調整來強化 事實上我們海基會也已經整理 曾經向海基會求助的名單 這些屬於急迫性的短期性的 可能弱勢的這些乘客的這些名單 我們海基會也會作為跟對岸溝通下一批反台的重點 國台辦剛剛發那個新消息說大陸總共有三個台胞染病 然後我想問我們會不會想辦法把這些染病的人帶回來治療 因為大陸那邊他現在醫療資源可能相對缺乏這樣 像 就現階段我們對於我們國人在中國大陸染病的情形我們也相當關切 我們也是要預請陸方能夠給我們的三位確認 這個三位確認的那個同胞能夠給予必要的照顧 那我們也會請我們的海基會透過台商協會 那麼給予必要的協助 同時我們也會通知家屬盡最大可能的給予協助 至於您提到接反確診的病例回臺 這個我們還是要透過跟我們的指揮中心來洽商 也歡迎跟指揮中心提出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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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